大家好,我是芯芯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今天想和大家报告一下自己的近况 虽然我已经升上大四,即是Year 4 但这一年,北京的生活仍然是非常忙碌,非常充实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 我除了要正常上课、考试之外 还做了几个月的驻京办实习生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在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经历 大家知道,我是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 我们这间大学和其他大部分内地的大学都一样 要求学生在毕业前交出一份实习证明 意思是,我们一群大四的学生 需要在最后一年毕业前找到一份工作 实习三至六个月 我们要拿到一封由雇主发出的实习证明信 然后交给学校,我们才可以毕业 我有一个室友去了一间日本贸易公司做助理 另外,有一个好朋友去了一个网络平台 帮一个网红做直播助理 而我参加了由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 提供给香港学生的实习计划 据我所知,现在香港特区政府 在驻内地不同城市的办事处 都有为香港学生提供不同形式的实习计划 至于详情是如何? 有兴趣参加的同学想要多些资料的话 可以向当地的办事处了解 例如你在广州读书,就可以问回驻月板 如果你在上海读书,就可以查详住户板 那说回我今次去实习的驻京办 这里有4-5个组别的工作 可以给在北京读书的香港学生申请 当中包括有新闻组,经济事务及贸易组,文化交流组 招商引财专组,或者投资推广小组,和联络组 而我加入的就是联络组 在过去几个月的实习中 我除了有份参与日常的文字处理工作 例如是学习和协助赞写主任的致辞稿 以及做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之外 我还参与了多个交流活动 当中的工作包括有接待青年团体到访主经办 以及担任主经办活动的思议 另外,我还有协助拍摄区议会的选举和其他宣传片 12月10日星期日就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 在香港的大日子,意义更大 大家记得在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有能力,有热成的区议员 区议会地方选举的选民 所以用这个特别安排 就记得在网上登记系统登记 明天12月5号下午6点就截止 今周六还会举办区训纷纷日 有很多活动和优惠,大家记得参加 1210区训纷齐投票,公建美好社区 驻京办的香港官员 对我们来实习的香港学生真是非常好 他们可以说是一点价值都没有 第一天上班,上司就请我们吃饭 在实习的过程中,他们也给了很多机会 放手给我们,去接触和学习不同的工作 我是由去年10月份开始 每个星期最少有一天 要来到位于西城区的主经办上班 一直到上星期五 2024港人聚会这个活动做完之后 我的实习工作就完结束了 在实习的这段时间里 我感觉最难忘是参与过两个 由主经办举办的聚会 当中包括参与事前的筹备工作 和活动当日的私仪工作 第一个活动就是2023年11月举行的 2023再经香港学生营生及生涯规划聚会 顾名思义,这个活动是为新来北京读书的香港学生而设 之前因为疫情关系 这种为新生举办的聚会曾经停办过两年 今次是疫情之后的第二年活动 今次的活动令我觉得最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上一次2020年 当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是刚刚来到北京 自己还是一个year-one的学生 还是什么都不懂 只是在台下做一个观众 但今次2023年 当我再一次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 自己竟然变成了这个活动的思义 要说话给台下的新生听 突然之间 我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成长了 我已经在内地的大学 读了三年又多 走过了三年多的岁月 哇,这么快,原来已经过了三年 这三年有很多经历都令我很难忘 我亦认识了很多好好的朋友 在另一方面 当我看到台下一班 刚刚来到北京读书的同学 又突然觉得很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还有差不多四年时间 可以享受内地大学的生活 以及可以亲身探索和感受祖国在方方面面的东西 第二个我有份参与筹备和做私仪工作的活动 就是2024港人新春聚会 这个活动被安排在3月1日 在北京的Rosewood桂麗酒店议会厅举行 当日我们招待了大约是200多个来宾 跟之前学生聚会一样 我被安排当日的广东话主持 而我的普通话拍档主持 就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碩士生阿恩 当日活动是在5点半钟才开始 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驻京办的官员 下午1点钟就去到会场 开始彩排和做准备工作 由于3月1日那天 北京的室外气温只有0度以下 所以我自己穿了一件Heat Tag保暖衣 在里面 再穿了一件冷衣 再加一件衣服来到会场 在彩排的时候我没有穿外套 而且也只是穿了一双波鞋 所以一直都觉得自己很舒服 和感觉自己的状态也很好 到了5点钟时间差不多了 节目将要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就穿自己带的一双高跟鞋 再加上外套 然后就走到台上 准备开始自己的私宜工作 但一上到台我就发现 糟了 为什么这么多射灯射着我 刚才彩排的时候没有开 突然之间 我就发现自己是穿得太多衣服 加上有点紧张 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台上的温度 升高了十多二十度 自己也感觉到臉很热和红 而且不停流汗 但可能因为当日 这两个小时的聚会 安排了很多环节和活动 时间很紧臭 我们两个私宜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和说 所以很快我就完全投入了私宜的工作 也忘了自己穿得太多衣服 和出很多汗 在两个多小时的活动里面 我们有香港跳绳队表演花式跳绳 充满节日气氛的舞龙舞师表演 主任致辞时间 自由交流时间 大合照幻节和捉走幻节等等 当日我们请了很多来宾来 全场的气氛也很热闹 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次的活动是扮得很成功的 对于自己当日的表演 我是很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合格的 在这里 我很想多谢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 对我们香港学生那么信任 把一个那么重要的责任交给我们 将官方活动的私宜工作交给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经历和得到锻炼 最后我想说的是 能够在驻京办实习 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虽然我只是短短做了几个月的时间 但这份工作 不单止令我对政府工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令我知道政府工作的具体要求 和政府做事的高规格 而且这份实习工作 也扩阔了我的眼界和格局 扩阔了我的人制网络 我知道 在这段时间 我学到的和得到的东西 被我付出的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特区政府驻京办 给我有这次实习的机会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